泰坦号观光潜水器发生灾难性内爆 五名乘客无疑生还 美国海岸警卫队星期三表示 在潜水器破碎的残骸中 发现了疑似原类残骸 美国医疗专业人员目前正在仔细地分析 打捞出来的疑似原体残骸 日前一架起重机将相信是泰坦号机头 和其他碎片从地平线北极号船上吊起 装到纽芬兰圣约翰港的一辆卡车上 准备送往化验室分析 这些残骸有助于进一步揭开 导致潜水器发生灾难性内爆的原因 不过目前无人得知碎片的去向 找到泰坦号残骸的远洋研究公司 目前已经完成搜寻任务 撤离北极地平线 感谢观看